无法如是 作如是说 下面是念老的注解 此两句真实 佛语凡内阵 说法四字后 知识金刚王宝剑 各经一切勤剑 全写如来本心 以佛心印证本经 故云无法如是 作如是说 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这个几句话 文字不深 每一个人都认识 可是意思的确是很深 无法如是 如是怎么个强法 一般讲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就深了 为什么是这样 这样指的是什么 实际上 它指的是我们陷进 这个世界 确确确实实是这样 就在当下 不是过去 不是未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过去未来 都是假的 也不是他方 他方 他方此方是业 这是如实的意思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佛真的 这是宇宙的奥秘 这是宇宙的奥秘 确实 有很多很多种的说法 没有佛讲得这么干净利落 但是这句话呢 不期如境界的人呢 真的不同 听到也莫名其妙 一直到最近 这二三十年当中 那科学家发现了 群习的宇宙 群习的信息 发现这个东西 发现了 群习的定律 整个宇宙的合动 就像一根群一样 波动的现象 这个东西 主宰的呢 是一年 以前没发现 所有经历事件 都在物质里的去寻找 叫物理学 心理疏惑了 认为心理跟物理没关系 现在找到了 原来 物质的基础 就是一念 换一句话是 心理跟物理 有密切的关系 有根本不能分割的关系 意念能够改变物理 这是近代才发现 有不少的科学家 在做实验 实验证明了 确实 有这回思绪 但是现在还不普遍 如果在世界上普遍 可能得要 二十年到三十年 这个信息 非常好 善的念头 可以给我们带来 美好的世界 我的念头 会给我们带来 灾难的地球 我们要灾难 还是要美好 决定在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念头好 身体好 居住环境好 念头不好 疾病就很多 居住的环境 就有很多灾难 如实 佛就用这两个字 你看 佛的经书 一开头 如实 我闻 这个地方是 释迦摩尼佛说的 我法如实 做如实书 我法 我真的地法 如实 所以 我也做如实书 不增不见 不添一点 也不减少一点 我真的地是什么样子 我就跟大家做报告 老老实实做报告 这叫如实 优优独特的 宣作词